全民現在封奧運 我們政治人物 也瘋狂的在蹭奧運 我們的蘇貞昌 行政院長蘇貞昌 他臉書突然PO了這一篇 大家仔細看一下 突然變成很像行政院的購物台 各種各地方的民產跟商品 怎麼會突然變成購物台 怎麼會突然變成購物台 是怎麼回事 原來蘇貞昌告訴大家 我們的選手回來之後 他們陸陸續續的 就會進到防疫旅館 就是防疫旅館 為了讓他們在防疫旅館裡面 可以受到照顧 所以包括了他送了很多糕點 包括了泡麵 其實我是不太懂泡麵這個點 因為我記得防疫旅館 是可以送外送的 如果他們真的餓 我們這麼重要的英雄們 應該是可以幫他們叫外送 泡麵 泡麵業者會生氣嗎 就是好像畢竟不是那麼健康 這樣子 他說是家鄉味 先記住家鄉味這個詞 因為待會兒有個梗 他說家鄉味泡麵六碗 我們防疫旅館不是14天嗎 對啊 所以他要省著吃 不可以太常吃 然後環保餐具 這當然要來 藍牙小 音響 我在想說寫到這麼細幹嘛 你要不要寫說 六 這個枕頭一套 七 棉被一套 八 床具什麼什麼的 就是有點太細細到無聊 然後這個其實我是最有意見的 他送了一個必勝的加油巾 你這個 我就問 那萬一我比賽輸的人 看到這個毛巾 我情何以堪 我就輸了 我回來已經很難過了 一打開房間必勝 不是 然後網友就罵他說 這應該是出發前送的吧 怎麼人家都回來了你才送 我就算是拿到銀牌的 你看那個楊勇偉 楊勇偉勢在必得 他想要金牌 搞不好看這個又出傷了 他說我就是要金牌 然後又在這個防禦旅館又哭了 因為你回來是防疫 防疫你要聽誰的 要聽王必勝的 王必勝 這個也是有道理 但是如果是出發前 祝福他必勝 我覺得可能比較有道理 然後另外一個剛剛就講說 家鄉麵 這個泡麵這個地方 結果是日式的味噌 日式喔 日本的味噌 日式味噌 然後一堆網友就說 因為大部分網友其實是 感謝院長這麼細心 可是他們都忍不住抱怨說 院長你會不會管太多了 你把自己弄得像個科長 像個組長一樣 管得太細 蹭得有點誇張了 然後還有網友說 這怎麼會是家鄉味 寶寶你怎麼看 我覺得他是不是自己 有點錯亂了 就是家鄉味怎麼回事 應該是這種肉燥 或是什麼的 還比較符合台灣的家鄉味 什麼X1肉燥麵 那個比較像家鄉味 那個就真的是比較 但我覺得不管怎麼樣我覺得 還是不行 因為蘇貞昌不能統一 這個要考量事情很多 但我覺得送泡麵 真的是有點太奇怪 說老實話 你這14天 其實的確是說短不短 說長也不長 但是選手一回到台灣之後 第一時間會很想要吃泡麵嗎 其實我也是有點滿頭問號 就是 主要是因為去的時間 沒有那麼長 如果你出國一個月或者半年 可能真的對台灣的泡麵 會特別想念 對 但他其實去 沒有幾天 所以第一時間回來之後 我覺得看到那個泡麵 就會覺得 是不是在打發我 還是就是在呼嚨我的那種感覺 那像剛剛有提到那個畢生 我也是覺得超級莫名其妙 那個應該其實應該是出發前 你就要送 而且蘇貞昌院長 你明明當時是有去送雞的 為什麼當時沒有去送這個東西 如果你是真的有打算要送選手 不要再講送雞 那件事情很大的湊頭了 但你都已經到現場了 你總是帶點奧米亞給去也不錯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應該是 在第一時間你就應該去送 那我要講 我覺得這一次在整場奧運裡面 包含蔡總統 然後包含那些民進黨的各個 什麼民意代表 我覺得他們整個蹭到一個不行 就是他們不是只有第一天 可能這個講小袋怎麼樣 然後講誰怎麼樣 他們是在每天可能就是 都會一直固定固定的去蹭 但問題就來了 我覺得你去祝賀這些 直接得了金牌 銀牌 銅牌 我覺得都很OK 但問題是 比方說那一天像瑞莎 他在講中華隊的事情 不是被出征嗎 你怎麼沒有出來幫忙講點話 像那件事情 我覺得你應該要去表達點什麼 但他並沒有做 然後像之前2018年的 這個東奧正名的時候 明明民進黨也是執政黨 他其實並沒有很積極的 去推動這個東西 然後你現在反過來 就一直很想要去 不斷的去蹭這個東奧 各種的賽事 然後你都要各種蹭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就是這樣子 你真正在體育改革上面 你可能跳票了 你沒有做到的 但是只要這些選手 他一旦得獎了 絕對是蹭好蹭滿 那大家其實就很多人就覺得說 這個總統怎麼又來蹭了 總統怎麼又來說這個說那個 我覺得其實真的是看多了 會讓人覺得有一點感慨 那包含等一下後面也會去講到 可能其他的一些 其中的一些選手 他們自己的一些心酸血淚 因為說真的這些選手 他可能在過去在訓練的時候 政府可能沒有給予太多 非常完整的一些協助 不能說沒有 但可能他在整個過程當中 不會有非常完善的一些協助 或是一些幫忙 但是等到他們真的 這個已經就是贏得獎牌 回國光榮反國的時候 才會被想起 那比方說可能有一些人 他沒有辦法晉級 或是他沒有辦法得獎牌的 那是不是可能又被遺忘了呢 我覺得這個其實都是這些體育選手 他們在整個訓練的過程當中 其實會非常非常就是 感到傷心的地方 然後甚至會覺得 那政府是不是 其實真的應該要實質上的 去多關心一些 而並不是說可能在這種 表面上的一些功夫 然後甚至去送這些 看起來好像也不是第一時間 選手一回來 就會立刻想要用到的東西 或是想要吃到的東西 我覺得那些都並不是最重要的 除了蘇貞叉 還有另外一個也成為今天 蹭體育的焦點人物 就是台南市長黃偉哲 在昨天晚上 我們的混雙的桌球 鄭宜靖 他家人都在台南 他其實也是算台南人 所以在他們當地的時候 打得板得 在那邊 不是板得 就聚在那邊 如果不是有疫情 其實我也滿壓抑的 這明明在看比賽的時候 都有保持社交距離 怎麼一得銅牌之後 社交距離就忘光光了 就全部聚在一起 大家都很開心 但也有人講說韋哲市長 真的很喜歡送那種很大的東西 大的照片 大的支票 大的證明 有人說你送這個 還不如送現金 這個Cash 可能會比較有感覺一點 鄭宜靖 在這邊我們 如果對體育不勝的時候 可以看一下鄭宜靖 在昨天拿到混雙的單牌 銅牌 但是昨天PTT 就開始有人出來讚他 說懷韋哲 你站出來面對 拜託高調起來受不了 你一方面剝削 他用的字也很重 剝削選手 一方面去沾光 你政治垃圾 明明就是完全不重視桌球 但是後面那句話不能講 因為有點 這個可能會超出NCC的規範 他說這個西瓜市長 你好意思 我快吐了 針對的是什麼 因為還有包括他扯到說 在當地有一個球評老師 林忠雄 為了桌球盡心盡力 後來還被他們家屬認為說 鞠躬盡脆 是非常盡心的一個人 可是當時 包括他們訓練的場地 沒有受到重視 以及他們相關的補助 也不夠高 也不夠好 所以導致這個林忠雄老師 要自己自掏腰包 想辦法籌錢 年紀又大了 本來身體很好 搞到後來他郁郁寡歡 這個是包括陳提菲的說法 包括他的女兒 都是這樣講 黃偉哲 因為這一篇殺傷力很強 黃偉哲當然就在網路上面 不斷的講說這次謠言 絕對沒有這回事 他說台南市桌球館 委外是106年 跟我沒有關係 因為我後來才當市長 可是這句話 再用細幹想就知道說 所以是賴清德 我說你們台南 民進黨在台南執政多久 至少20年以上 你要推給誰 然後108年曾經有議員 質疑委外經理違反了契約 經過查證屬實 沒有給他續約 那就是事實 那你在講什麼 只是說程序說 是 是事實 但是我沒有續約 可是這些看起來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 然後現在包括 鄭宜敬的附近有出來 當然我覺得他當事人 他可能不希望惹這麼多事端 他說不要模糊焦點 他說他們家人 五 六年前就已經規劃 在台北製廠 因為他還涉及到加入台北去 然後黃偉哲就被罵說 你沒有把真正的人才留在台南 就各種的爭端 那陳提菲 陳提菲是絕對有立場講的 因為他是台南桌球 這方面的這些前會 就相關的主管 他就說我真的很心痛 他把這些過程都也證實 網路上PT的這些爆料 他有一些資訊 他都證實說確實就是這樣 剛剛講的林宗雄的女兒 也講說經費沒了 這些球員也釋散的一個情況 讓他們來講 其實心裡都很難過 冰哥你怎麼看 其實我真的很討厭 每一次這種體育賽事的時候 政治人物也來參與就算 然後搞出這麼多政治風波 這是標準的什麼 利用正義盡 他吸引全國的目光的時候 來幹什麼 進行政治鬥爭 很明確 當然黃偉哲處理非常的不高明 剛剛耀卓也講了 你台南二十幾年 都是你民進黨在執政 你想推給誰 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嗎 所以你再怎麼推還不是 就你們自己家人 你民進黨的你不檢討 當年就算你不是市長 你也是台南市的立委 請問一下你做了什麼 你又處理了什麼東西 結果陳丁飛跳出來 陳丁飛講了一步 他很痛心怎麼樣 結果搞得半天 他自己是台南桌協的主委 然後你自己也是在地的立委 結果你說你去跟市長力爭 一直就是跟賴清德力爭 結果很痛心 市長不可以沒辦法 那你要推給誰 不就你們民進黨 一家人搞出來了嗎 那你還打算跟我講什麼 就很難 一句話把它切割出來 是 董哥你怎麼看這事情 因為這派系 雖然是民進黨可是派系 政國會要挑戰那個 新潮流 新潮流 過去其實他們已經兜了 非常久了 賴清德在當市長的時候 陳丁飛跟在那邊 他們兩個眼神是不交接的 跟不用說講話 陳丁飛的妹妹在當議員 是天天修理賴清德的 民進黨提名當地的議長的人選 他妹妹跟一掛人是不同的 結果是郭信良 郭信良是陳丁飛很好的朋友 他就當選議長了 這個在府城大家都知道 這些故事 可是你今天看到最痛心的就是說 一堆平常對體育都不關心了 連選手都沒有商務艙做的這些人 現在每個人遠藍都是工程說 平常都是我在替他們做事 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 因為剛好 剛好人家得獎了 你沒有得獎 到時候就忍言忍理 我告訴你 要是我們這週球沒有打這麼好 昨天中央疫情中心宣布說 我們疫苗可以開始混打了 結果我們混打的週球會打贏了 同一天 另外一種混打 對 另外一種混打 藍女混打 原來我們是搭配賽事的進程 是 剛好搭配到 但是你今天看到 就是台灣的這些政治人物 尤其民黨這些 真的有時候 臉皮跟我們真的不一樣 他們在收割的本事非常厲害 就是譬如說 明明你黃毅演都做不好 逼得賈靜雯出來 逼得郭董 台積電通通出來 然後正如就說是我的功勞 對不對 好像 有問題 他們沒有講 是啊 賈靜雯一起送那些東西 大家說真是現代的俠女 結果蔡英文馬上 臉書趕快去 賈永傑 賈永傑 對 賈永傑 然後蔡英文的臉書 他就跟人家 跟人家好像拌勞一下 對不對 然後我們台積電 買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政府開記者會做 公私合作 要是沒有我們也沒辦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政府 做這些事情其實是非常噁心 在體育事件裡面看到了更明顯 那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因為現在狗人時候的目光 都放在這裡 所以他們的角色 其實是非常重要 看這些政治人物就真的是噁心 但是看到運動賽事 這兩個是我已經不敢出口 我以為不能講 對啊 可是看到運動賽事 大家還是覺得滿心的團結 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各位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請你現在拿起你的手機 開啟新聞大白話的YouTube 還有包括國民大會的YouTube 把它按讚 訂閱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在我們節目畫面的右下方 可以看到有個QR Code 拿起手機對準它掃一下 你就有很多新聞可以看